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是最后一集关于温哥话的系列 说完这次我应该会有一段时间 早不会再讲温哥话了 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时间告一段落 那说真的我自己真的挺喜欢温哥话的 我第一个地方到达加拿大 落脚的其实也是温哥话 至此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来一次这儿 因为要探亲 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这儿的 以前曾经有一个抉择 究竟就是落地生根在卡加里 还是温哥话 那我自己挣扎了一轮之后 最后都是选了卡加里 我发现好几个我当时没有选择 温哥话的原因 其实今天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之前就讲了三大原因 为什么移民选温哥话 那我都fair一些 我都会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大原因移民 不应该选温哥话的 这样第一个原因 就楼价太高了 温哥话楼价是数一数二 应该可以说是全加拿大最贵的地方 根据资料 温哥话平均屋价是 117万6600元 而加拿大平均屋价是 68万左右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平均屋价 已经算了温哥话和多伦多 所以你可以看见 其实比起其他地方 差不多是 double 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住了在温哥话 二十几年 到现在都卖不到屋 其实真是一个超级困难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20%首期 即比这个平均数 加上要23万家元 留下的三十年 每个月供款 是三千多元一个月 即这个只是说的是 mortgage 还没算其他开支 我想普通家庭 就算你相职都好 都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如果不买 那租又怎样呢 那我朋友告诉我 一个普通的 两个房的 apartment 新移民 decent size 或者和decent社区 和condition 都要成二千五元一个月 我初时觉得是不是真的 但查一下 原来真的不是假的 即一个普通的家庭 就算移民过来 如果真的不是带着一大笔 很多的钱的话 租屋其实很快 就会drink了所有的储蓄 所以当我自己坐sky train的时候 见着很多不同国籍的新移民 从他们衣着看 都不是非常有钱 我心里想了 怎样可以在这里生活呢 虽然很明白 温哥华地少移民多 所以就抢高的价钱 但若果这些新移民 知道加拿大其实有其他option的话 他们会不会做出 一些不同的选择呢 这样第二个原因 就是贫富懸殊 温哥人对于移民 其实再三考虑的原因 就是这个贫富懸殊 温哥华比较富有的人 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当地很多年很多年的移民 因为之前拥有了物业 和他们买的时候 较好的地段 十几年之后呢 已经升了好几倍了 所以他们呢 就是最好的受益者 第二种呢 就是海外的移民 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资金 所以有少少来到是叹世界的 而且呢 他们会再投资房市 炒贵很多物业 好似我去Richmond 看到开发着 几栋高高高的楼 打好地基 准备好的 应该呢 有十几层那种 就是看来越来越像香港的 我就问我朋友 其实这些屋 哪些人会住的呢 究竟是本地人 即是本地温哥 比如说华人啦 或者人啦 或者是香港的移民呢 那原来呢 答案不是喔 原来这些屋 不是用来住的 是可能会丢空的 其实更多是呢 比海外的资金来到 在那里拍车 所以呢 为什么楼教会跪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有少少外地人 炒高了这个地方 所以这两 有两种人呢 在温哥 其实比较的贫困的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呢 那么除非真的有 父母帮助啦 他们打工的薪金呢 在这个城市呢 就是很难供到物业的 就算是young professional 都好啦 其实都有困难的 或者第二种呢 就是初来的移民 若果他们真的 没有一大笔的资金啦 买不到楼 那其实就没有机会 去到take advantage 这个楼市 起的时候 那个升值啦 那其实呢 就在薪金上面呢 其实很难呢 跟楼价里面呢 是追得上的 所以贫富懸殊呢 是我亲眼见到呢 其实就是一落火车 坐skychain的时候 没多久 一几个站呢 就见到一个警察 扣押着一位 很类似 露宿者的男人 那几天呢 我之后呢 又收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他说 我在温哥搬屋啦 这样 他说呢 因为呢 有发展商收了他们的屋 愿意给市价高 差不多成十万元 加元 就是从这两件事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 贫富懸殊的差别 就是对于你 落地在新移民 你落地在温哥的时候 其实你是更加似 你是哪一种人呢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物价高涨啦 以前的温哥话呢 是因为食饭和味道呢 比卡加里较便宜和较好 今次出去呢 就已经觉得温哥话 已经不再便宜了 只剩下呢 比较好吃 我发现呢 物价呢 真是上升不少 单单从车费去看 一张月票呢 跨三个松 要成一百八十一元 如果要养卖车的话呢 你真是知道的 百上加筋 或者自己有另一个 体验的例子 譬如阿伯丁Center 的food court 那里的茶餐 叫做一碟蒲角焗鸡饭 有冻檸檬茶啦 加上碎 都要成十四元 我想起呢 跟卡加里 某间 環境都不错的茶餐厅 吃类似的东西 其实价钱都差不多 除了之外呢 买食的价钱呢 又跟其他省份 其实都不会差得太远 而且对比阿省五个百分 温哥话是十二个百分 的HST 其实足足多贵了 成七个百分 那如果每日的消费 加上房屋的负担等等 的开支 除非你真是在那里 有一份好好好好的 薪金 都挺高的 很容易 真是很容易 变成了这个月光族 如果你移民 真的要考虑自己的财政 是不是真的有足够 在温哥话 住一段长的时间呢 都会OK呢 很明白的 去到温哥话 很容易被那种社会 和独特的气质 吸引的 但是如果以长线去看呢 可以有适合的地方定居的话 你都要搜索一下 其他加拿大城市 有什么好处在当中的 那在总结当中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三点 如果真的欺准你 来到考虑移民的关系的话 可能这些点子 指引到你 温哥话未必是最适合的 其实这次我坐廉航 我觉得那个经验都挺好 真的好容易 100-150元 已经来回温哥了 因为太方便了 所以呢 其实不住在温哥话呢 我都现在觉得 未必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来的 反而你每月可以 我省那些钱 一年呢 去两至三次的trip 其实那种生活和温哥话呢 都未必会太差 和未必会真的 那么脱落的 而且呢 都会可以呢 有一种可能在加拿大 享受那种舒适的生活 最后呢 这个温哥话的系列呢 都完了 感谢大家 因为呢 我自己的view里面 真的好像多了很多 希望呢 真的帮到你尋找移民家国的路 好多谢你今天收看这段短片 如果可以的 都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也都很需要你的鼓励 如果可以的 都给like 按钟仔 或者留言 如果可以的 真的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再一次的多谢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